而且如果你了解中國人權的話 中國政府常常用道德的這種瑕疵 說你們這是嫖娼被抓 你們這是做間諜被抓 所以如果我早兩三年回來 但是我的罪名是間諜 或者是嫖娼 一開始兩個月 就我剛初始17年3月19號到 17年5月26號的這個指定地點限制住居 因為這是中國一個專門對付政治犯 跟外國人的一個秘密的關押的制度 他讓人完全接觸不到外界的訊息 完全失去跟家人的聯繫 甚至連白天晚上幾點都不知道 喪失對時間的掌握能力 他讓一個人在完全在孤立無援的之後 他可以做任何的恐嚇跟壓迫 我覺得這個是最讓我覺得很比較痛苦的 然後就算我依照中國的法律 那犯人有聘請律師 有跟家屬會見 那我在中國監獄其實最大的體會就是 我真的深刻體會到中國政府管理人民的心態 比方說我們在中國監獄裡面 他的勞動時間是完全不遵守他自己的監獄法的規定 那當我去跟他的警察抗議的時候 他的警察只回我一句話說 李明哲你是被管理者 監獄是管理者 就算你講的話有道理 也不能聽你的 這個其實體驗 體驗出中國政府管理人民的心態 就他是管理者 人民是被管理者 所謂的法律 是管理者拿來管理人民的工具